最后一个 长得像 那个不是球 姚立荣 姚立荣 因为暖和 闲人 休假 在比较冷的地方度假 私下不切换 朋友之间会放松一点 平时很少看这个秀 也很少接触 所以感觉还蛮特别的 设计师是朋友 好朋友 然后他跟我设计过很多演出服 我会把很多歌的风格 和要表达的东西告诉他 他帮我设计的东西 我觉得还很符合我想要的 生活是有药可解 而唯一的解药就是一个清晰的自我 他这个话说得很有哲理 就是我觉得清晰的自我是 对演员来说很宝贵的一个东西 就演员不可以模糊的 要时刻的自我解读 了解自己清醒的头脑 是很重要的 要独立的思考问题 不要一味的随波逐流 我自己是这么要求我自己的 属于我的万能解药 可能就是独立的思考 人生的所有的问题